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好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這樣聊天讓女生愛上你 其實這次不是要你說什麼台詞 而是告訴你怎麼說 你不要以為很簡單的只要說什麼關鍵字 或是在關鍵時刻說出關鍵的台詞 對方就會 哇~~我好愛你喔 不可能 別鬧了 女生在看一段關係 很少會因為一個單一事件就把你踢出局 假如有的話 就是你真的太誇張做了完全不可饒恕的事情 不然都是以整體的時間走來看的 所以假如以整體的時間走來看 你在每一次面對面聊天 他的內心都會在評分 那他自己是無法控制的 就像你在跟別人說話你自己也在評分 你可以想一下 你回憶起來你跟一個人互動感覺好 你是記得是因為他說話的內容說了什麼讓你感覺好 還是他跟你互動的時候他給你的感覺讓你感覺好 其實是他的表達方式表達手法 每個人會有他獨特的方式 就像你去看脫口秀 你單看內容台詞 可能你不會笑 但是你看脫口秀 肢體搭配表情還有語調的表演 你就會笑了 這就是差別 那麼講那麼多廢話到底要怎麼做 首先你要注意的是 你講什麼真的不重要 所以網路聊天一直停在只有網路聊天 你只有文字跟只有台詞是一樣的道理 是無法構成吸引人的 就算真的吸引也不久 他很短暫 再來就是你要在面對面互動之中承擔起聊天的責任 就是你要去引導話題和讓自己講話有情緒 去當影響的人 而不是被影響的人 在聊天的時候你去觀察 通常會有一個頭 他是話題主導者 通常話題都是由他發起的 大家會很容易被他說話所影響 你之後去聊天你要去思考 你是影響人還是被影響的 你是主導話題還是被主導 不要把自己聊天的責任丟給對方 例如他很難聊 我不知道要聊什麼 這時候他給你一堵牆 你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那代表了你被對方影響 對方給你一個壞反應你就不知所措了 你是影響者 不被他影響的話 就之後隔天或隔兩天 再去分享有趣的事情再問他一個問題 這也不是一定要追加問 就看那個交流氛圍 直到你跟他聊天變成 他跟著你的話題再走 也去分享自己相關的事情 隨時去判斷這個聊天過程 當然假如還是聊不下去 那就沒辦法 那就放掉吧 雙方誰是影響者 誰是被影響者 他會是變動的 他不是一直固定的模式 但你要在聊天的時候 清楚知道目前誰是影響者 誰是被影響者 你就會知道能量在誰那 不是要你變成影響者之後 不讓人家說話 而是你隨時可以去切換 對方想分享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話題給對方分享 而場面尷尬不知道說什麼 你也可以承擔聊天的責任去主持話題 而不是遇到這個狀況就跟自己說 我不會聊天讓對方去想辦法 或是很多人說的告白也是 很多人告白就像定生死 但我跟你說這只是分享感受沒有好壞 因為你分享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影響者 他在接受你的感受 可是你講完之後 你把聊天責任丟給對方 對方一定要給你個答覆 場面尷尬你不去主導話題 你放給他尷尬 對方假如沒有打原場 你也不會主動 那麼一定就掛掉 也許對方原本對你有點好感 可是還不到在一起的程度 所以其實只是分享感受 不用去在乎能不能在一起 當你越在乎相處就會越怪 因為你把結果堵在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上 你也把責任丟給對方 讓對方決定這關係的走向 你可以去分享感受 但是結果好壞你都接受 壞的回應也沒關係 就繼續自然去互動 不要尷尬 好的回應那就在一起 去過接下來的日子 女生會被聊天時懂得去領導的人吸引 女生的情緒也會被講話有情緒能量的人波動 所以你要聊天吸引人 就是面對面講話加入領導和情緒去互動 我不能說你這樣一定能吸引到你喜歡的女生 或是每一個女生 但是你會吸引到屬於你生活風格的女生 某一類的女生會因為你的個性特質特別容易被你吸引 那怎麼練呢? 你可以在平常生活中跟朋友對話去練習 不要去想著用什麼東西可以一步登天 不可能啦,別鬧了 女生看關係是看整體 從認識到最後一刻相處 而不是單一事件 所以你只是用什麼東西很容易被拆穿 懂解 講話互動時隨時思考 誰是影響者誰是被影響者 好,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會有我最近看的書或是我想說的話 影片或是課程LINE貼圖或是講座的發布最新通知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下面的連結註冊你的信箱訂閱唷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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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